嘿大家好 我是阿康 今天這部影片來跟大家開箱 今年蘋果另外一個令人受矚目的機型 就是iPhone 16 Plus 因為其實如果你去年有認真追iPhone 15系列的話 你會發現iPhone 15 Plus其實是一匹黑馬 而在今年蘋果在標準版本的iPhone 16系列 其實它的A18核心晶片並沒有閹割太多 基本上標準版本的iPhone 16系列 它的A18核心跟旗艦版本的A18 Pro核心 從測試下來其實就差那顆GPU的程度而已 再加上今年標準版本的iPhone 16 也有給你相機控制按鈕 這個蘋果沒有跟你閹割又下放了微距 所以我個人是很期待今年iPhone 16 Plus等等的表現 不過既然要開箱iPhone 16 Plus 它一些競品我會拿出來一起比較 比方說我們的iPhone 16 Pro Max 還有我們的iPhone 15 Pro Max 還有我們的iPhone 16 Pro 通通一起拿來比較 那為什麼一次要拿這三支 因為我認為買Plus的人 他想要的就是最大支的尺寸 所以當然另外兩支大支的Pro Max 一起抓出來比較 至於為什麼會抓iPhone 16 Pro 因為我認為他們兩支的價格最近 所以會選到iPhone 16 Plus的族群 我相信這三支應該也是你的考慮範圍以內 這部影片就一起跟大家分享囉 影片看來之前 感謝ESR成為這部影片的贊助品牌 ESR他們家保護口來說 我都用了非常多年了 特別是我們工作室裡面使用的iPhone 16 Pro公務機 大家如果常看我影片 應該會發現這支手機非常常出現 而且它使用的保護殼 就是ESR的巧繪支架款 這個巧繪鏡頭支架款 可以說是完全無私角的一個保護殼 我個人過去幾年都非常喜歡 甚至它也獲得法國2024年的設計金獎 所以如果你買了iPhone 16全系列保護殼 你懶得動腦的話 今年一樣可以選到ESR他們家的巧繪支架款 但是ESR他們很特別的是 他們都會持續推出一些設計新款 像今年有推出這個巧繪磨砂款 大家可以看我裝在我的iPhone 16 Plus藍色上面 這樣的搭配應該是超好看的對吧 這個巧繪磨砂款 它特別在於它本身是TPU的邊框 手感上可以說是滿分 面前拆裝也不會傷害手機 而背板是PMA的材質 如果你是選擇半透的款式 它是磨砂霧面感 如果你選擇的是T透白的款式 它的背板就是亮面透明的感覺 除了手感超棒以外 它有一些特別的設計 例如它保護殼內側是挖空的 反正手機的散熱是更有幫助 再來也有通過SGS聚規級認證 邊框也有加高1.2mm 鏡頭框也加高0.7mm 並且它今年是一個套裝化的設計 就是有保護殼本體 然後給你一張鋼化膜 並且也有給你貼保護殼的神器 清潔包還有替換式按鍵兩色 而且它的Max Head磁圈吸力超強 這邊我就細字給大家聽 所以日常使用絕對不怕掉落 按鍵的回饋感也非常靈敏 可以說是超讚的一款保護殼 那賣相連結的折扣碼 放在下面敘述完留言處 看完影片 再去好好選購你的iPhone 16保護殼 好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 直接進到大家最開心的環節就是 撕開包膜 然後呢 今年我買的是藍色的 我個人是真的很喜歡這個藍色的感覺 但是我們家的簡喜妹妹也不愛 我們甚至有發過一部影片 說這個顏色好像有點像樂世代的顏色 其實還蠻多回想的 那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它的廬山真面目 看它是不是到底真的像垃圾袋 不像啊 真的很好看耶 我看到它的驚喜感 比看到這個iPhone 16 Pro Max的金色 還要來的驚喜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顏色 如果Pro Max有出這種顏色 那我肯定就不會買金色 來來來來平板一下 還有像垃圾袋嗎 它實體看很好看耶 所以不像垃圾袋了嗎 不像了 那願意買它了嗎 我還是會買Pro啦 那包裝的內容物呢 一樣就是Type-C、Type-C編織線 然後Sync卡針 以及你不會看的說明書 這個就不用多講 再來呢 我們就撕開包膜 然後正式開機 完整一下 再來去跟大家分享 我對於這支iPhone 16 Plus 等等的心得啦 好啦 那我們就 等等見囉 好啦 那我們回來 我也使用這支iPhone 16 Plus一段時間了 這其中呢 也包含拿我的iPhone 16 Pro Max 一起做互相的比較跟拍攝 就來去跟大家聊聊 我對於這支iPhone 16 Plus的心得啦 首先先講一個結論 如果你不在意所謂的 100S Promotion的話 那這一支iPhone 16 Plus 絕對可以入手 那第一個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今年的iPhone 16 Plus呢 到底有沒有像去年的iPhone 16 Plus一樣 在散熱啊 續航等等方面 有贏過Pro Max的機種啦 今年呢 iPhone 16 Plus確實一樣 有贏過iPhone 16 Pro Max的 但基本上就有一點點 以文空來說呢 我一樣啦就是iPhone 16 Plus啊 效能全開設60fps跑崩漫秀鐵道 它整體的遊玩數據啊 畫面啊 還是非常的順 並沒有任何的卡頓啊 我自己實測還是接近 全程滿真60fps喔 不過因為我是玩差分宇宙嘛 所以大家偶爾會看到一個 頓點往下 那是可能有一些選項啊 還是過圖 才會出現這個小差異點啊 不然其實整體遊玩的畫面呢 都是非常的順 然後呢 再來量測它的正面跟背面的溫度喔 iPhone 16 Plus呢 測到最高溫就是44多度而已 比起iPhone 16 Pro Max呢 好了一點點 但我們客觀來講呢 已經算非常接近喔 畢竟iPhone 16 Pro Max呢 已經不像去年的iPhone 16 Pro Max一樣 會跑到快50度的程度啊 而續航來講呢 我一樣就是崩漫秀 玩了半個小時啊 拍照錄影相機開了半個小時啊 再來呢也是Netflix半個小時 YouTube半個小時 中間呢再稍微待機一個十幾分鐘 最終的iPhone 16 Plus電量呢 是72% 雖然對比iPhone 16 Pro Max呢 多了一些 但也就2% 那一樣啦 可以講這句結論 iPhone 16 Plus呢 它在散熱啊 溫控啊 續航啊 有沒有贏過iPhone 16 Pro Max 答案是有的 但不多 我們基本上也可以把這兩隻 視為一樣了 這樣子的測試跟結論呢 其實也是一體兩面的啦 有些人會認為說 iPhone 16 Plus呢 竟然可以跟Pro Max差不多 所以它依然是今年的一匹黑馬 但有些人也會說 那是因為去年的iPhone 16 Pro Max 太誇張太容易熱了 所以才會導致去年的成績差那麼多 不然其實我們綜合來看呢 這兩隻手機從晶片的 A18跟A18 Pro 並沒有差異太大 而電池呢 也因為是大隻的手機 所以肯定也是87%像 所以也當然啦 兩隻所測出來的結果呢 也都這麼像 再來第二個就是它整隻手機呢 手感確實有比起 iPhone 16 Pro Max來的好很多啦 這其實都是標準版本 iPhone的一個大優勢 特別是今年的iPhone 16 Pro Max 又變成6.9吋啦 手機其實有稍微變大一點 會比較難拿 所以如果我們兩隻手機呢 一起來比較這個相機控制按鍵的話 iPhone 16 Plus會稍微好操作一點 雖然兩者都不是太好操作啦 但是iPhone 16 Plus 畢竟呢 它有著尺寸啊 還有重量 都稍微比起iPhone 16 Pro Max 來的好一點 還是會比較好按一些些啦 因為相機控制按鍵來講呢 在我iPhone 16 Pro Max那支影片呢 有廣泛的回覆跟討論 很多人都說啊 欸 阿康你可以考慮用中指去按 但是有個問題喔 用中指去按呢 代表啦 我們的手掌沒有辦法拖住手機 你的穩定度呢 一定沒有我們標準握手機啊 用食指去好 我們中指可以在後面拖住嘛 而且既然我都要用中指去按呢 為什麼不要用大拇指去原本操作就好了 蘋果的設計這個相機控制按鍵 就不是讓你用中指去按的啊 那但是呢 換到iPhone 16 Plus 因為它本身的重量啊 就沒有那麼的重 而且呢尺寸也沒有到6.9吋 還是維持原本的6.7吋 所以呢 我們在操作相機控制按鍵的時候啊 我就可以稍微犧牲一點手掌的脫力 讓我的食指更好上來一點 但是就是那麼一點 我自己還是覺得這個按鍵呢 可以再稍微往下零點幾公分啊 但是我們會跟著來講啊 如果你是拍直視影片居多啊 拍直視照片居多的人 那你用大拇指去操作呢 這個位置就沒有問題 那再來我們來聊 iPhone 16 Plus的拍照 這邊呢 我就直接上樣張 然後我不寫上型號啦 大家仔細看了幾張之後我再來寫 不過呢 我敢打包票啦 只要你本身呢 你沒有兩隻手機啊 比方說 Plus 還是 Pro Max 一起拿起來互相拍照 互相體驗 你本身呢 就是只會拿一隻手機的官方朋友 我相信呢 你絕對分不出來 哪一張照片是 16 Plus 哪一張照片是 16 Pro Max 因為 iPhone 16 Plus呢 它的拍照也是蠻好看的哦 所以其實不用特別有迷思說 標準版啊 它的拍照比較難看啊 還是 Pro 旗艦版 它的拍照一定比較好看 目前看起來呢 其實沒有任何的絕對哦 標準版跟旗艦版呢 最大的差別是你拍照的體驗啦 因為在過去比方說 iPhone 12 標準版啊 iPhone 13 標準版 甚至iPhone 14 標準版 你都沒有望遠那個 兩倍的光學變焦鏡頭哦 但是在去年的 15 開始 就把這個兩倍望遠鏡頭加進去了嘛 所以呢 就算你是標準版本啊 你其實也跟 Pro 旗艦版本一樣啊 你有三種變焦的選擇方式哦 就是 0.5 1 倍跟 2 倍 雖然 Pro 把他另外給你一個 5 倍啦 但是呢 就我個人認為來說 我覺得 0.5 1 跟 2 這三個選項 對一般人的拍照已經完全夠用了 而今年呢 蘋果在標準版本啊 又給你下放原本旗艦版本才有的功能 叫做微距模式 當然因為旗艦版本呢 他的超廣角鏡頭的升級到 4.8 萬畫素 還是有一點那個差異啦 但是不要忘記哦 旗艦版本呢 也不是說你標準拍照下去 你就 4.8 萬畫素啊 Pro 旗艦版本的超廣角相機呢 你要開啟 4.8 萬畫素 也是有另外的條件的 而且你拍照起來 那個容量呢 也會變得大很多啦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啦 在多數生活日常應用的拍照下呢 標準版是可以拍出 完全不輸給 Pro 旗艦版的照片哦 而且今年呢 就算你只是標準版本而已啊 你有這個相機控制按鍵 雖然網路上呢有非常多在聊這個相機控制按鍵啊 可能很難按 可能有點災情 可能不好操作 可能有點反邏輯 但不管如何 它終究是一個沒有被蘋果閹割掉的功能 有時候大家並不在意這個功能好不好用 有些人只在意說 蘋果你有沒有給我 至少你還給我一個買標準版的理由 不要跟 Pro 版差太多嘛 不過呢 雖然在拍照上面啊 標準版跟旗艦版可以做出很類似的效果 但是蘋果今年就給你再切了 錄影這方面一刀啊 在錄影方面呢 如果你本身是有常在拍片的觀眾朋友啦 你絕對就會覺得 iPhone 16 Pro旗艦版 會好過iPhone 16標準版 因為蘋果今年在iPhone 16 Pro旗艦版本呢 加了一個 4K 120fps 杜皮世界影片錄製的功能嘛 如果你很常拍片啊 你就會知道說 4K 120fps 它的後製功能彈性都會大很多啦 而且你所製造出來的影片效果 也非常不一樣喔 這邊 容我一樣 再拿我兒子的影片示範一次 在旗艦版本 你可以開啟4K 120fps的錄影功能 然後錄下畫面 再進到照片App裡面 我們就可以直接調整那個速度喔 看你要調整成60fps啊 還是30還是24 雖然在過去 大家可能會覺得慢動作很不常用 但是蘋果現在iPhone 16 Pro系列丟出來了 我相信啦 未來都陸續會有更多創作者 拍出好看的慢動作影片給大家看喔 而且呢 如果你本身啊 你會拿手機啊 錄製一些素材畫面的話 你看4K 120fps呢 你其實可以錄個2秒就好了 然後呢 再把它切換成4K 30fps 這樣子你在錄素材的時候啊 你可能只錄個2秒的素材 就可以拿變成8秒 可以說是方便很多的一個功能啦 再來還有就是混音喔 雖然說標準版本也有混音這個功能啦 但是蘋果在這裡又跟你閹割了一刀啊 標準版本的iPhone 16呢 它是沒有4個錄音室等級的麥克風的 所以代表說呢 它的收音品質效果還是會有所影響 這邊我就實際示範了 使用iPhone 16標準版呢 跟使用iPhone 16 Pro旗艦版本 他們所錄製起來的回音效果差別怎麼樣 現在呢 我們就來測試 iPhone 16 Plus iPhone 16 Pro Max 兩支手機的回音功能有哪些的差別喔 現在呢 我們就來測試 iPhone 16 Plus iPhone 16 Pro Max 兩支手機的回音功能有哪些的差別喔 在左邊呢 是我們的iPhone 16 Plus 在右邊是我們的iPhone 16 Pro Max 那為什麼這樣測呢 因為iPhone 16 Pro系列啊 苹果跟你講 在左邊呢 是我們的iPhone 16 Plus 在右邊是我們的iPhone 16 Pro Max 那為什麼這樣測呢 因為iPhone 16 Pro系列啊 苹果跟你講 旗艦的Pro有多給你 4個錄音室等級的麥克風喔 我們就來測試說 兩支手機啊 穩音起來的感覺 會不會不一樣啦 旗艦的Pro有多給你 4個錄音室等級的麥克風喔 我們就來測試說 兩支手機啊 穩音起來的感覺 會不會不一樣啦 好讓觀眾朋友自己去評估啦 看看這個因素呢 會不會是音箱你要買標準版啊 還是Pro旗艦版的原因之一 好讓觀眾朋友自己去評估啦 看看這個因素呢 會不會是音箱你要買標準版啊 還是Pro旗艦版的原因之一 那現在呢殘酷大挑戰 就是我改DJI Mag II 互相來做比較啦 其實我光從之前的經驗來看呢 就會知道 DJI Mag II絕對效果會好很多 當然我還是要先講一個結論 滾音效果呢 目前我所測試起來 我們可以看出 蘋果並不是要讓你完美的取代這個麥克風 因為我們要講聲音品質的話 你別在身上這種DJI Mag II 專業級的麥克風 絕對還是比起手機內建啊 回音啊來的好用很多啦 音質聽起來確實還是有差 但是我們要想一個重點喔 這種麥克風呢 都是要另外再買 而且一組買起來也不便宜 像這樣DJI Mag II 我買起來要一萬多塊台幣 而且重要的是我們要拍之前呢 還要再插上麥克風的收拔器 然後呢再把麥克風憋在身上或者拿在手上 我們還要盛行先把麥克風充電充滿 甚至呢 我相信有在拍影片的創作者 一定都遇過這個問題 就是你把一支影片錄完了 你也講完了 非常的完美 而且麥克風沒有開啊 而且我相信大家一定也遇過說 我現在立馬就要拿起來 馬上開機錄影 甚至有時候麥克風你就放在包包裡面 你也不想拿起來接啊 而現在呢 蘋果內建的混音功能啊 就是讓你可以直接拍 然後呢 你稍微後置混音拉一下 雖然說音質上面絕對比不上 讓你直接別個麥克風來的好聽 但是呢 至少也是一個從0分變到60分的程度 這是我覺得混音功能最大的用意啦 就是有時候我們可能在外面啊 我們在戶外啊 真的很吵雜的環境 我們拍一段影片 我們想要上傳我們的線動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AI混音功能按一按就上傳了啦 簡單講就是 輕鬆方便 達到一個還OK的效果 就是蘋果對於混音的用意哦 所以呢 綜合以上幾點啊 我個人會認為iPhone12標準版呢 今年算是有一個很不錯的進步 蘋果呢 有把一些旗艦版本才有的功能呢 下放過來標準版本 例如他們兩顆晶片的核心啊 現在也沒有差太遠了嘛 標準版本的iPhone16呢 它的核心啊 效能呢 也贏過去年iPhone15 Pro的A17 Pro核心 而且也有給你相機控制按鍵啊 也有給你微距模式 甚至呢 也有給你混音的功能 讓你錄影的時候可以加減使用 而且Plus本身尤其是大電量 大螢幕 手感非常輕 非常好拿的手機 對於你是很多年 換你是iPhone上來的族群啊 你絕對會非常喜歡iPhone16 Plus啦 但是終究 我們要面對它一個最大的缺點 就是它只有60Hz的螢幕更新率 身為一個重度裹粉啊 大家看我手上Apple Watch 我的MacBook 我的AirPods 我的任何iPhone 應該可以提這個重點吧 就是現在 都已經2024年了 iPhone16 Plus呢 不支3萬多塊的手機 結果 它也就只有60Hz的螢幕更新率 我相信是可以勸退很多人了啦 連我說這支手機要送給我們家剪輯妹妹 她也跟我說不要 怎麼可能 送得到啊 要啊 一定要吧 欸 你不是跟我說 你看這個手機好像覺得卡卡 頓頓的你不喜歡嗎 沒有啊你要送就是要啊 所以就我個人的認知來講啊 我會覺得iPhone16 Plus呢 蘋果它的產品市場族群對的非常的精準 就是多年想要換機 然後沒有想要特別追求新功能 不在意60Hz的螢幕 就想要大天量 大續航 日常拍照也OK好看的 這些人呢 就是iPhone16 Plus所對準的族群喔 那以螢幕表現來講呢 iPhone16 Plus也是一塊非常漂亮的螢幕喔 這邊呢我就直接把iPhone16 Pro Max 跟iPhone16 Plus 放在一起比較啦 雖然說邊框呢是iPhone16 Pro Max比較細的一點 但是如果你沒有把兩隻手機擺在一起 你完全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啊 而且兩隻手機看起來的螢幕表現都很讚 對吧 但是對我來講呢 畢竟我摸了很多很多手機嘛 60Hz的螢幕更新率呢 我是覺得它是一個很大的痛點 所以我個人不會接受60Hz的螢幕更新率 就我的立場觀點啊 我會建議你就真的多貼一點點錢 上去買到iPhone16 Pro 6.3吋 雖然說螢幕比較小 但是蓋核功能全部都有 而且今年的iPhone16 Pro呢 它的散熱也比起Pro Max來的好 電子續航呢也還不錯 蠻OK的 你可以多考量看看啦 畢竟會買到iPhone16 Plus的人 一定就是覺得Pro Max好像真的太貴了 畢竟iPhone16 Pro Max呢 一樣要從256G開始買起嘛 除非你的Plus也是要買256G 你才會覺得那個差價有點縮短 但是呢如果你本身你是一個128G就夠用的朋友 那你其實可以多比較一下 要去買到Pro還是買到Plus啦 像是你就算Plus Pro跟Pro Max 通通都要買256G 6.7吋的Plus跟6.3吋的Pro 那個差價我自己覺得也非常的近 真的是可以考慮捏一下就上去 那不過蘋果所有的AI功能 在目前現在這個時刻還沒有正式開放 如果你今年呢 就是衝著AI功能想換季的觀眾朋友 你也可以等到明年初啊 再買標準版本的手機 到時候呢 標準版本給的價格一定會比Pro版本還來的香啦 不過有些人會問啊 是不是要回頭去買去年的iPhone15 Pro Max 以我個人的想法是這樣啦 除非你是那個預算超級有限的租群 而且呢你又沒辦法放棄120的Promotion 在這個狀況下呢 你才回頭去買iPhone15 Pro Max 而且最好呢 還是買一個機礦良好的二手機哦 不然你說要買一個全新的iPhone15 Pro Max 說真的啦 那你不如再放棄一點點去買iPhone16 Pro 6.3吋 因為iPhone15 Pro Max 一樣要從256G開始買起 但我們講的句公道話啦 在預算有限的狀況下 你勢必不能貪心什麼都要哦 你肯定是要有所取捨的 而且不要忘記哦 去年的iPhone15 Pro系列 都是比較容易熱的一代 光是iPhone15 Pro去年的手機呢 它整體的溫控啊 續航啊 都已經比起iPhone15 Pro Max來的好了 更何況是今年的iPhone16 Plus呢 所以對我來講我還是建議你啦 你得把螢幕大小 續航 散熱 跟你的預算 這幾點做一些取捨哦 不然如果預算無上限的話 肯定直接買iPhone16 Pro Max嘛 預算有限 你會想要大螢幕大電量 那你就得放棄120的Promotion這個功能 如果真的沒辦法放棄120的Promotion 那就是放棄螢幕大小 就選擇iPhone16 Pro 但是呢 你都要 你就是想要大螢幕 然後要120的Promotion 你又不想花太多預算的話呢 那我就會建議你去買 二手機礦良好的iPhone2 Pro Max 畢竟你都預算有限了嘛 你來去買一個全新的iPhone2 Pro Max 對我來講我個人的作風不會這樣 但是還是那句老話 錢是你在花 東西是你在用 自己買的開心最重要哦 那最後呢 不管你要選擇買哪一支iPhone 都別忘了到這部影片的戰爭品牌 ESR去挑選一個 最適合你的iPhone保護殼哦 ESR呢 今年也有推出巧合的鏡頭支架款 這是我最喜歡他們家品牌的一個款式啊 除了加高保護我們鏡頭之外 我們平時啊 工作啊 要追劇啊 甚至我們要邊吃飯邊看手機 這個鏡頭框呢 都可以撥下來變成支架哦 真的是超方便 超好用 這個支架呢 它的角度是15度到85度 如果低於15度呢 它還會自動的收回 因為它本身呢 是星合金的材質 非常的堅固 非常的耐用 那並且呢 它是TPU軟殼的設計 所以抓起來的手感也是超棒 拆裝的時候呢 也不用擔心會傷害我們的手機哦 而且大家仔細看會發現 它整個背面的顏色呢 是非常亮的透 我手上呢 是剃透白的顏色 它的背板呢 是複合材質PC加PMA 不僅光滑 又剃透 而它四個角也有內外氣囊的設計啊 幫我們減震緩衝 特別呢 也給你一個吊飾孔 所以呢 可以說是完美無私角的一個手機殼哦 那以相機控制按鍵這裡呢 ESR它是做開孔的設計 但這個開孔呢 並不會影響我們在使用這個相機控制按鍵哦 大家可以看 我這樣子按下去呢 它也可以順利啟動 剛剛跟原廠那個電容式按鍵平面 還是有點差別 但是以開孔的保護殼來講呢 我們在操作滑動的時候 等於說有一個起點跟終點 在滑的時候呢 其實會比較好施力啦 那除了這樣款以外呢 ESR也有另外推出 靈感系列鏡頭全包款 還有標準的巧揮系列款 而除了手機殼以外呢 也有另外推出高清鋼化玻璃保護貼 以及高清鏡頭模組 結論來講就是你不想要多餘的功能啊 你想要最簡單 最俐落的款式的話 靈感系列呢 就會吸引你的首選啦 那慢小鈴鐵結尾折扣碼 放在下面敘述完留言處 喜歡的人呢 再次去看看吧 那最重要是呢 記得訂閱我頻道 麵的小鈴鐺哦 這樣子未來更多iPhone16 等等外出測試啊 拍照啊 還有更多3C產品配件 以及保護殼 上面的時候呢 你才會收到第一手的通知啊 而且也算是做我做影片的點鼓勵哦 發生了嗎 我們就想見一下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